又是AMPUS的休仔攻防時段 繼續跟大家聊聊西班牙國王杯的另一場賽事 首回合,厲害了,國家打比,王家馬得利先在主場迎戰巴塞龍 這場球我看好王馬在首回合能夠找到一個領先的優勢 甚至最後決賽我猜是王馬的機會大一點 巴塞龍其實自去年10月到現在很久都沒有輸過球 剛剛歐巴杯輸給曼聯和聯賽也輸給艾美尼亞 最重要是感覺上整體表現的鬥心好像不太強 這方面他們教練稍微有些蔓延 說球隊真勝不夠球,這也很重要 另外最重要是巴塞龍那少了一個大賽經驗十分豐富的中鋒 李雲道夫斯基,始終這些大戰是很需要這些球員壓陣的 沒有他出年輕小將,柏拉組好不好,真的有很多未知之數 另外巴塞龍那少了他們的主力,年輕柏迪這個中場球員 近期都看到比想像中還要影響得大 夏芬娜最近相遇,不過就不是那麼可靠的 始終沒有了帕迪,之前也沒有了丹比利 所以夏芬娜或者是法迪出來,其實那個變數是挺大 至於黃馬方面,剛剛聯賽亦也和了馬體會 但黃馬給我感覺到,始終今季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們教練當初樂隊提高到斑波的入球的把握能力很強 這場球,賓斯瑪仍然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賓斯瑪也剛剛失去了世界足球先生的樹榮 我估計這場球,他也會大打爭氣球的 另外摩迪那些是聯賽做後備,第一陣那些 所以在近況兩隊來說,都會覺得這場球 黃馬是有機會在首回合對著巴塞隆拿 找到領先的優勢 多謝大家收看休制攻防 多謝支持安博體育傳媒 接下來的週六,週日,即是這個週末 再和大家繼續談波及 想緊接著最新的足球籃球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安博的頻道 就好了